小赛罗,你快去看看,你的姐姐小格丽乔在那里哭呢 什么?这是谁欺负我的姐姐? 看我不太贬她,姐姐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小赛罗,没有人欺负我,是我太想赛罗爸爸了 我听塞文爷爷说,上次怪兽大战,赛罗爸爸被怪兽们封印在一个大山里,我想去找他 姐姐别哭了,我跟你一起去找赛罗爸爸,还有我被小黑,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于是,小赛罗妈们一起出发寻找赛罗,他们找了七天七夜 终于在一个大山里,找到了赛罗,但是赛罗被封印得太久,早就没有了能量 爸爸爸爸,你睁开眼睛看到我们了,我是小赛罗呀 不行,我一定要救你出来,小赛罗,我们都来帮你 可是,小赛罗妈们太小了,这点能量远远不够,这时,赛罗的幻影闪现了出来 孩子们,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还太小了,拯救不了我的,快回去吧 说完,赛罗哥哥马上又消失了 怎么办,我们的能量太少了 我有办法了,我把爸爸的照片发出去,赛罗爸爸能感受到大家的爱 获得大家的全部力量,就一定可以解除封印的 他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放过我,不变得心上 小赛罗,你赶紧问问这四位大哥,绑着咱们三个,到底要做什么呀 贝利亚让我诺亚来告诉你,我们神秘四奥决定把你们三个扔海里被杀鱼 没错啊,你们三个不解黑话,居然还敢穿女装,今天你们几个完蛋了 神秘四奥,你们混蛋,有种放开我们,咱们单挑 赛罗,你和谁单挑呢,我们四个你打得过谁啊 到了,赛加赶紧把他们扔海里 赛加大哥,我再也不穿裙子了,放了我吧 贝利亚你打得丑死了,穿上裙子更丑,消失吧你 离家居然也穿裙子,这是你自找的 神秘四奥,你们等我回去,我还穿裙子,气死你们 臭赛罗,还敢废话,你也消失吧 贝利亚,咱们三个不会永远困在这里吧 贝利亚大哥,小弟来接你们了,趁着神秘四奥没有发现 你们几个快上船,我带你们逃离这里 得救了,神秘四奥,这是四个笨蛋 我们四个还去穿女装了,有本事,来追我们 可恶,居然在眼皮底下被他们逃了 诺亚赶紧把他们的女装发出来,我看看有谁敢说好看 如果相信光的小伙伴喜欢,那咱们四个也去穿 他是他最新和我,如我无尽的奔向 换遍星星为你寻找的力量 神明给我在最大傲的时光留下唯一的星光 不要啊,塞文奥托曼,求求你,求求你进去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还在里面 你放心吧,已经有消防员进去救人了,他会拯救你的孩子出来的 咦,好像有小鹰儿的声音,但是他在哪里啊 火焰实在是太大了,我得赶快找到他才行 好像是在客厅里传出来的,太好了,找到你了 小宝宝,你别害怕,赛罗叔叔马上带你逃出这里 好了,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是时候想办法一起逃出这里了 糟糕,厨房泄漏的煤气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得赶紧 我可坚持不了多久了,小宝宝,可来赛罗叔叔没法和你一起逃出去了 太好了,我的孩子没事了,谢谢你赛罗,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了,赛罗快起来吧,该回家了 咦,赛罗你这是怎么了呀,一被刑警了,又吓我呀 今天真的是个好日子呀,随手就抓了两个小奥特曼 可恶的废老黑,你竟然把我们关到狗楼里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被抓了还这么嘴硬,那我就让你尝尝 打冷天用冰水中的滋味 黑暗洛普斯,上,遵命,早打 可恶的贝利亚,好冷啊,这水打在身上好疼啊 小狄家,你坚持住,我爸爸会来救咱们的 打来个臭狗,叫什么叫,滚一边叫去 小灰灰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走,你带我去看看 可恶,又是你们这群飞亚奥特曼,接受正义的审判吧 赛罗投标来,试验剑来 爸爸太帅了,你终于来救我们了 我老爸是最棒的 这次多亏了小灰灰,是他提醒了我 你们才能获救,我要把小灰灰的照片发出来 让你们看吧,他有多可爱多招人喜欢 1,2,3,4 仔细看,小黑子炸鸡和他的两个小跟单降落到了宇宙警备队队长左飞大人的领地 打扰沙福林大人清修后果很严重 你看左飞大人头上冒火了 这几个倒霉孩子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倒霉了 话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耐心看完,结局会让你既吃惊又意外的 我们通过前面几期的视频都知道 小黑子到处惹事 那不管是谁,都赶上去摸一下的主 赶脚踢小布莱泽 就连对上伟大的诺亚奥特曼他也是不输场面 而且还趁平城似流氓不注意偷袭了他们 其实小黑子有这样的行为和底气就要说到托雷基亚了 原来托雷基亚在离开地球之前就已经策划好了一切 他对于奥特曼的行踪也是脸如指掌 他对小黑子炸雞注入了一股黑暗能量 让他不仅能变大的同时还有了不具一切的能 所以诺亚他都敢对 结果低估了诺亚的实力 都没看清就被打飞了 难道这就是天下武功为快不破吗 拉回视角 倒霉小炸雞还没落地呢 就被赶过来的迪迦四人 不对,是三人 小拿子关键时候又摔倒了 被迪迦几人联手给击飞了 还顺带击中了赶来支援的小炸雞的三个小红单 这打保龄球呢 我又忘记他们叫什么了 谁能说说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后续会不定期更新 大家要多多支持虫子 谢谢啦 贝亚大人 你快来看看 雷德王和他的三个傻兄弟都被赛罗打受伤了 也不知道赛罗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强大了 雷德王 不会以为你今天带了三个憨憨来 就可以打败我吧 哈哈 哈哈 赛兔子你吓唬谁啊 我身后这三个兄弟可是我们黑暗军团里最强的三个怪兽了 我劝你还是赶紧投降 等一下被我们打败了 很丢人的哦 大哥 我听说这赛兔子最近学了一招新技能 我现在有点怕怕都被吓尿了 老三 别怕 雷德王天天吹牛 我们肯定打不过赛兔子 等一会剑技行事 打不过我们赶紧溜了 让雷德王自己上 大哥 我好害怕 我紧张的屎都要拉出来了 大哥 我好害怕 我一紧张就想放屁 哈哈哈哈 真是笑死人了 今天就让你们借着见识我最心血的技能 我这一招包含了所有相信光的小伙伴给我的能量 我倒要看看 今天你雷德王拿什么抵挡我的光之能量 这也太弱了吧 这么轻易就被我打败了 我刚刚才使用了一城的能量 你们就都躺下了 真是不堪一击啊 黑暗扎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赛罗轻轻松松就把我的手下 雷德王和三个憨批给消灭了 贝利亚大人都是那些小朋友搞的鬼 他们一直在送能量给赛罗 他现在的战斗力足以消灭我们整个黑暗军团了 你们这群没用的家伙 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对付赛罗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收集光 贝利亚大王 我有个主意 我们把赛罗的丑照发出去 就没人喜欢这丑赛罗了 光之国以后就是我们的了 这主意不错 我这就把他丑照发出去 等他失去光 我们就去称霸光之国 你给我走开 妈妈 你为什么打我 我可是小赛罗呀 你这个小黑孩 这人想冒充我们家小赛罗 赶紧给我走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就这样被黑化的小赛罗 妈妈已经认不出他了 怕把他赶出了家门 他茫然的在大雨中走着 走着 不知道上哪里才好 哎 你们看 前面好像来的小奥特曼 你没看到 他是个黑暗奥特曼吗 他肯定干过很多怪事 他好像没力气了 正好咱们收拾他 哪里来的黑暗奥特曼 还赶到街上来 看我不打你 打你 小赛罗被逼得实在没地方去了 他躲到了一个桥洞下面 小赛罗 小赛罗 你在哪啊 清楚你在地球上被黑化了 没人要你了 还欺负你 也过来接你来了 可是我都找了你好几天了 怎么就是找不到你呀 小赛罗在桥底下已经好几天了 他又愧又愧 突然 眼前一黑 浪昏了过去 小赛罗 小赛罗 你到底在哪啊 都急死爷爷了 小伙伴们 你们看见小赛罗了吗 见到了一定跟我说一声啊 我谢谢你们了 前面好像是赛罗队长 赛罗队长 你怎么受伤了 不要急 我马上用光智能量救你 火焰战士 看看我是谁 多谢你的能量 可恶 你这个贝利样 竟然骗我 没有能量的火焰战士 我一只手都能对付你 你给我飞一边去吧 不要啊 没有能量的火焰战士 还能站起来吗 火焰战士 加油 不要放弃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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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亚 有了大家的支持鼓励 看我今天揍不揍你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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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的帮助 贝利亚已经被我扔回老家了 我现在把奥特战士的照片发出去 如果有人喜欢 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他 赛 赛 他最新和我 我梦境中的墙 换遍星星为你寻找的力量 生命给我在最大的时光 留下唯一的星光 赛罗 我的好兄弟 你在另一个世界还好吗 我好想念你 那一次都怪我没能及时赶到 你才会倒下了 呦 贝老爹 怎么又对着赛罗叔叔的石像哭啊 老爹老爹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总对着赛罗叔叔的石像哭啊 贝小黑 老爹我没事 你快去跟小伙伴玩吧 不行 老爹一定是有什么事 我得去找迪加叔叔问个清楚 迪加叔叔 我贝老爹 他又对着赛罗叔叔的石像在哭泣了 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贝小黑 你老爹是觉得自己没能及时 去帮助赛罗而自责 在很久以前 有一次塔洛斯带着大批怪兽来袭击城市 正好此时正在巡逻的赛罗看到了 他二话没说就朝怪兽们冲了上去 可就在你被老爹赶到的时候 赛罗已经倒在了地上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如今赛罗变成了石像 要是能有大量的光 或许他就能恢复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迪加叔叔 我这就去找小伙伴们帮忙 贝老爹 你别难过了 我把小伙伴们都找来了 我们现在就发动光之力量 让赛罗叔叔恢复过来 贝小黑 看到你们这么认真 我真的太欣慰了 我现在就告诉所有的人 让大家都知道 赛罗他是最勇敢 最正义的奥特曼 这天平成四流氓正在烤肉 不对 在烤恐龙 突然天空中飞来了一大片的乌鸦 哦 不对 是一龙 哇 这么一大片 不就是烤了一头恐龙吗 有必要清朝出动吗 当初贝利亚军团 入侵艾斯美拉鲁达行星时 也没这么大阵仗啊 咦 不对 一龙上还有个人不好 是小黑子黑暗扎鸡 四流氓眼见有人要来抢自己刚烤好的恐龙 四人分别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 打得小黑子站都站不稳 这四个家伙以为自己很厉害 没想到刚一站定 就被小黑子扎鸡用同样的招式直接秒了 最后还来一句啥也不是 就在这家伙装逼的时候 宇宙的光诺亚登场啊 小黑子这时候又把他的两个站桩小跟班喊了过来 诺亚说就你有帮手啊 雷杰多飞身落地 一个飞梯就送走了嚣张的小黑子 并且还立马分身成钢丝和杰斯皮斯 就你有三人 我们也有 接下来就是大家不想看的回合制游戏了 我就略过了 好吧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